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現在不要鬧 最近黑神話悟空的推出 在台灣引起了各界的討樂 也是久違的讓遊戲這個話題 回歸到了各大的主流媒體平台上 我們的獨立製作系列呢 也是一直致力於在推廣台灣的獨立遊戲團隊 那麼相信觀眾也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疑問 為什麼在台灣總是聽到獨立遊戲比較多 而鮮少聽到像是黑神話悟空 這種所謂的3A大作遊戲呢 這個問題其實牽涉的非常的廣闊 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簡單概括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了台藝大多媒體藝術學系 這裡有許多來自台灣遊戲開發圈 深耕多年的推動者 也是培育台灣開發遊戲人才的溫床 開發3A大作真的有比較好嗎 那麼台灣的遊戲產業又面臨著哪些困境與挑戰呢 讓我們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我是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的副教授兼系主任 阿不是這樣嗎 我以為老師會講名字或是 阿對耶 我直接沒有講 李俊逸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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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給你們了 好可以可以 好隨便我OK我都OK 好基本上我們系上啊 分成大學部跟研究所 那我們大學部主要是培養食物的能力 除了大學的一些正規課程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會開一些工作坊 我們會邀請一些業師 請一些遊戲公司的 比如說技術人員培養學生 可以跟業界接軌的一些技能這樣子 研究所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因為大部分會考進研究所 其實他們在大學四年其實已經學到很多實務能力 所以進來之後 我們會上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其實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有實務能力 回頭再來看這些理論的東西 可以讓他們未來在創作上面 可以跳脫出一些框架 其實我認為台灣的遊戲研發師一直都還蠻強的 從早期的你可以看到那些志冠大魚 他們其實都有非常多知名的IP 到現在你會看到其實獨立遊戲 都大量的很有創意的作品出現 我自己覺得它就是一個蠻自然的轉變啦 在早期的時候技術門檻其實很高 那現在開始看到很多很方便的這種遊戲引擎 Unity、Unreal 甚至免費讓你去使用 門檻降低之後變成說 現在連學生他都可以透過他的畢業製作 去可能三、四個人、四、五個人 就可以完成一個作品 甚至還有機會可以上架、可以販售 這是跟以往在早期最大的差異 那想問一下老師的看法 說為什麼台灣沒有這種3A大作的開發商品 好其實台灣沒有3A大作 我覺得一點都不意外啊 因為要做3A的作品 其實就是要投入大量的資金 需要大量的人才 剛好在台灣現階段的這個環境底下 其實這兩塊其實是最欠缺的 我覺得未來是可以有期待的啦 那各樣的悟空紅了之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那投資者也可能會比較敢去投資 畢竟遊戲不能跟3A直接劃上等 然後因為3A它畢竟 玩家還是有很多族群 那遊戲人的確是可能喜歡這種3A大作精緻 這一方面 那也有很多的玩家 他可能更在意的是這個遊戲的遊戲性 那我覺得台灣就是比較適合走這一塊 所謂的3A等級 畢竟還是市場上面的主流 但是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追求這個部分 我覺得廠商還是不要隨便投資商業大作啦 應該是把內容做的有趣新鮮感 然後有一些年輕人的一些想法 像任天堂好了 其實你可以看任天堂的發展過程 一直以來它都沒有追求所謂的3A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PS4 X80 微軟他們出的遊戲 全部都在高精緻度的模型 但他們卻出了一個Wii的主機 他們出了一些很簡陋的角色 但大家有因為這樣子 不買任天堂的作品嗎 也沒有嗎 反正那台Wii大賣 他們就是認為 遊戲機對他們來講是玩具啊 他們在意的是玩法 直覺這件事情 他們走的路線不一樣 但也不代表說被廠商都沒有成功 要不要做3A這件事情 真的很看環境 除非說今天政府或者是企業 可以大力的繼續投資 然後甚至培養一些 比如說成立多一點的培訓機構啊 或是獎益計畫等等的 政府是其實是很積極的 都在做這樣的輔導啊 但是我覺得都沒有抓到要害 你補助那麼多錢 但是做出來的東西 你卻沒有辦法順利的把它賣出去 我覺得補助就變成只是補助 然後讓這些業者不至於倒閉 但是這些東西真的能賣錢嗎 我真的覺得 我們不能只在同溫層 因為如果都只有台灣才認同你的話 那這個東西賣出去 銷量就有限制了啦 以遊戲來講 對學生來講 他們需要的就是曝光 那目前的曝光管道 其實相對我們以前來講 其實現在已經多很多 那現在電玩展又增設了 學生的那個最佳遊戲學生獎 其實對學生來講 是一定是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而且他的能見度也會提高 那對他們來講也會有信心 就是我的作品可能有機會 甚至可以商業化 我覺得在這種國際的展會上面 受到肯定是很重要的 我想要問一下老師 你會有未來的操作 有其他問題 或是先生的一些建議 好那如果是給學生的建議 第一個當然還是熱誠啦 這一定最重要的嘛 那但是有熱誠也沒有用 但是一定還是要 不斷的培養自己的技術嗎 改行 這麼直接喔 不是啊 那你要辦你要怎麼辦 現在歐美市場也在萎縮啊 然後大家又不想往中國去 我這樣講當然是有一部分在開玩笑啦 我每一年大一進來開學 我都會先問說 你們未來要做什麼 以前都是2D 3D動畫這樣 但今年的學生竟然有大部分想做遊戲 跟他們講我說遊戲其實比較大的方式 三塊就是一個是企劃 美術跟寫程式這三個 你說你要做遊戲 你到底是在這三項的哪一項 你要走美術要走企劃要走程式 都要設法去把自己的能力提升 遊戲就是一定要靠實作 邊學邊做這個其實是最快的 我建議啊在學生時期啊 盡可能的去做一些比較實驗性的 比較創新的作品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這個階段 學生階段是最有本錢做這件事情的 不要被那種市面上是那種商業性的 框架給束縛 在學生階段 你盡可能的去累積作品 就算做一隻Fun Game 都無所謂了 都是很寶貴的經驗 我覺得現在學校端的困境是這樣 很多學生作品是不錯的 甚至你可以看到它的商業家 但他們沒有動力繼續 是因為他們就是考慮到資金的問題 就是他們不曉得我可以怎麼發展 你這樣怎麼樣去講都沒有用 他們就會覺得說我沒有這個能力 他們會對自己是沒有自信 因為他們沒有到業界去過 他們會覺得說自己做的東西好像很爛這樣 我很多的學生他們畢業很早 也是都是在做美術相關的 不過呢就好像都是在幫人做代購 幫人家花一些例繪啦 插畫 繪本這種東西 但就是沒有真正在創作遊戲裡面的 然後唯有學生畢業後 他就去做成人遊戲 他說那個比較賺 那個比較賺 而且是知名的公司 我們就不講了 等到去業界發展之後 他們有可能會想說 欸好像業界也沒有想像這麼美好 可能就開始會有想要回來再把自己的作品完成 我是依文 然後我已經是遊戲實驗室畢業的學姐 那目前是在遊戲公司就職 擔任3D遊戲美術一職 我是陳柏安 然後我目前就讀台一大研究所的新美班 我是陳柏安 然後我現在是讀台一硕士二屆級 我是竹萱 然後我現在讀台一大協力體力的硕士二屆級 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就是對我來說3A遊戲 我個人會覺得比較像是一種火力的展示 有點像是像世界遊戲產業證明我們有這樣子的能力 對我來說我個人會是這麼想的 其實我們公司也持續有希望想要做或開發3A遊戲 但就是錢的問題是比較硬傷對台灣來說 我覺得其實台灣這座原創遊戲的公司 其實沒有到很多 就是它不是一個非常完整的體系 其實遊戲公司也很多 當然不見得都是在做真的會讓人印象深刻的原創遊戲類型 整個環境嘛 就是台灣沒有那麼大的遊戲 然後不斷啊 就是如果你要做3A的話 我覺得資金的利益要都非常充足 但是台灣可能沒有人想要承擔這個東西 在那裡可能比較像一個就是血蟲 但是我覺得台灣可能就是這方面市場比較小 基本盤就是玩家 就是比較少人會 會來買台灣的3A 所以就感覺比較容易虧錢這樣 作為IJ2.24年的得獎者 你們認為IJ對我們來說有什麼特別的幫助嗎 有啊 有 就我聽起來很厲害 有個裝逼的鞋子 還蠻有成就的 就有一種被肯定的感覺 聽完了上述的討論 大家對於台灣遊戲產業面臨到的困境有多了解了一點嗎 台灣的資產遊戲已經回不去了2000年初的黃金時期 但開發者們都很努力的在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喔 這不是我講的喔 遊戲不分國界 好的作品終究會被市場所肯定 也不是說身為台灣人 就一定要支持台灣做的遊戲啦 但相較於在電視上看名嘴 在那邊說的天花亂嘴 希望這支影片有帶給收看中的你 更多關於台灣遊戲產業的資訊 喜歡的話記得按下訂閱按鈕 獨立製作系列未來也會努力推廣 屬於台灣的資產遊戲 掰掰 作词isma項目 嘭 作詞